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透露的消息称已无生命危险 虽然已经脱离危险 但是在这次突发事件之后 布朗尼在篮球领域做的所有努力 完全有可能一招付诸流水 作为超级球星勒布朗 詹姆斯的儿子 布朗尼从小就面对着比常人更多的灯光 他一直在比其他新二代更高要求下打球 毕竟父亲是NBA历史级别的超级球星 胡腹无犬子 球迷自然也希望他能够继承父辈的天赋潜力 接伴他的伟大事业 但是和百年一遇的勒布朗 詹姆斯相比 布朗尼在高中时期的表现 显然没有他的父亲那样出色 虽然和同辈球员相比已经是不错的水准 但是却完全没有能够像当初的詹姆斯那样 在同级别赛事中完全展现出统治级别的表现 而在外界球迷的种种不友好的批评之下 布朗尼坚强顶住了压力 继续依靠住自己的努力提升技术 在高四赛季布朗尼场均能够交出14.1分5.6篮板2.4助攻的优秀成绩 依靠强势表现入选麦当劳全美高中生最佳阵容 在部分篮球媒体的选择中也能够得到五星高中生的优秀评级称好 后续也获得了NCA不少一级篮球名校的专项奖学金 也正是基于这些数据的加持 帮助布朗尼在后续的选秀大会顺位成绩预测上得到大幅提升 一开始他在很多人眼中仅仅是属于落选秀水者 而现在的他已经在预测中挤进了首轮乐透位置 对于这些成绩 可能还是会有部分人会说是基于他的父亲詹姆斯的名头加持 毕竟乐布朗可没少利用自身影响力为自己儿子造势 诸如此前他就曾明确表态 未来如果布朗尼有机会进入NBA 那他将会想尽所有办法和自己儿子同队 就是这种选儿子附加送父亲的奇葩宣言 在实际上也确实对布朗尼后续的选秀行情有一定影响 但是在此之外 我们还是需要正面承认布朗尼个人的努力 不管如何 最终布朗尼选择入学USC南加州大学 原本在预期中他会在打完大一赛季之后参加明年选秀大会 但是由于这次的突发事件 可能会对他的未来蒙上一层难以说明的阴影了 其实布朗尼并非是第一位因为心脏问题而受影响的新二代球员 胡人名宿沙贵尔 奥尼尔的儿子谢里夫 奥尼尔也是同样情况 他也是因为心脏问题最终导致无缘NBA 回顾高中时期 谢里夫 奥尼尔就已经打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一度在相关媒体中被评级为四星高中生 他的预期想法也是打完大一赛季后就宣布参加NBA选秀大会 但是由于他在大一赛季被对一检查出心脏状况异常 继续篮球此类的高强度运动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 必须紧急接受手术治疗 保守起见 谢里夫顺利接受手术 加上术后的康复时间 他在整整11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参加任何高强度的运动赛事 在这个关键掌球的时刻 谢里夫因为心脏问题耽误了近一年的黄金成长阶段 归来后的篮球技术以及比赛对抗更是完全下滑 再加上医生的建议 大学教练为了避免病情复发自然也不敢再把他放上场 各方不利因素夹杂 最终谢里夫 奥尼尔在选秀大会大概率也难逃落选的糟糕局面 目前谢里夫 奥尼尔依旧努力在发展联盟中等待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机会 上赛季场均仅5.6分3.2篮板一助攻 从数据单来看平平无奇 但考虑到他能够从心脏疾病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 继续坚持自己热爱的篮球事业 这就已经是巨大成就的一步了 此前沙奎尔 奥尼尔曾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声支持自己的儿子 希望他坚持自己的选择 不要因为父亲的名声和成绩而被过些绑架 而对于勒布朗 詹姆斯和他的儿子布朗尼尔仍同样如此 不管后续的选秀大会结果如何 对于父亲而言 孩子依旧还是孩子 他们被赋予的爱就不会减少 只能说祝福吧 希望后续他们都能够摆脱伤病影响 继续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詹姆斯的大公子布朗尼 在当地时间本周一参加大学队训练的时候 突然心脏骤停 被紧急送进ICU 虽然现在已经转危危安 情况非常稳定 但这给詹姆斯未来父子同场的梦想投下极大的阴影 这种毫无征兆的心脏骤停在运动员当中并不显见 也不意味着布朗尼今后的篮球生涯会受到威胁 然而人命关天 在健康面前 无论是布朗尼自己 还是身为父亲的詹姆斯 都会考虑再三 不少运动明星都给布朗尼和詹姆斯送上了慰问和祝福 其中有的也有运动心脏病史 不过布朗尼才18岁 大好的生活还在前面等住 此时最重要的并不是立志 而是健康 今年年底詹姆斯将满39周岁 对他来说 这辈子基本上所有的梦想都已经实现 唯一的牵挂 就是能否在一年以后让布朗尼选秀成功 自己无论作为队友还是对手 和儿子同场比赛 在职业体育史上写下另一段佳话 现在没有人知道 一年以后这样的情景能否成为现实 对于运动世家的孩子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试将门出胡子 另一种是一代不如一代 前一种说的是明星家庭的成长环境远远优于其他人 后一种说的是明星父亲巨大的名声 会给孩子带来压力 从而在成长道路上 加设一层无形的天花板 从这个意义上说 布朗尼非常争气 因为在高中四年级这一年 他进步非常快 一年前他还只排在全美同届上的三四十位 最多二轮能选上NBA 高中毕业时 几家比较全美的排名机构 都把他排到前三十位 意味着他很有可能首轮中选 排得最高的是ESPN的第十九 这是今年的最终排位 有可能ESPN考虑了他的明星家庭因素 Rivals.com将布朗尼排在第二十六 而Royan3.com把他排在第二十三 这一位主他在同届生中可以排后卫前五 布朗尼已经长到1.91米 打控球后卫 球探专家对他的评价是 过去一年在投篮和传球方面有长足进步 防守更是同届生中最好和外线球员之一 尤其是无球防守的一时超过同龄人 显然这和詹姆斯手滑手的教导有关系 不过对他进攻的评价并不高 说他虽然有出色的一对一攻击能力 但要成为全队最重要的进攻威胁还不过稳定 这很可能是布朗尼最终只是四星高中胜的原因 高中毕业时 布朗尼成功入选麦当劳高中明星赛 在明星赛上他拿了15分 助攻四次 但西部队三分之差输给了东部明星队 布朗尼在比赛中三分球八中五 再次提升了他冲击优秀大学的资本 詹姆斯帮他考虑再三 最终接受了南加州大学的邀请 詹姆斯的公司和家庭队资讯的保密工作非常完善 没有人知道布朗尼遭遇心脏骤停的细节 但是一年前同样在南加州大学 一年级新生中有一位叫文斯义务除酷的中风 也遭遇了心脏骤停 七个月后又复出比赛了 义务除酷本来前景广阔 他在同届高中生排名前16 但是在进入大学后的一次训练中突然昏居 当时他再抢了一个篮板传给队友 然后感觉非常疲劳 教练就叫了休息 大家坐板凳上喝水 义务除酷觉得头晕晕的 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下面是他后来的回忆 我感觉自己沉沉地睡了一觉 一切都是空空的 那种空的感觉简直没法形容 然后我开始又有了意识 听见助理教练莫不利的声音 文斯 你快醒醒 然后又听到有人说 文斯 你可别死在我怀里呀 我当时想 他在说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我得赶紧醒过来 赶紧醒来 当时义务除酷并不知道 他的助理教练和队一都吓死 不过 幸亏他们就在旁边 有的打911叫救护车 有的给学校的安全保障部打电话 有的立刻去拿除颤衣 也幸亏对一在一旁 在打开除颤衣包装的过程中 一直在对义务除酷做心肺复苏 让他及时苏醒 好多人问我 当时有没有疼痛 其实一点都没有疼痛 就觉得晕 然后就昏过去了 一醒来我就说 我要找我爸爸妈妈 找我姐姐 醒来第一感觉就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然后就看见了球场 我立刻知道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在医院 医务除酷第二天就感觉没事了 但并没有像布朗尼那样马上出院 他遭遇的最大的打击 是给他诊断的第一位医生跟他说 你以后打不了篮球了 父母从德州赶过来 大家都担心以后还能不能打球 听医生这么说 医务除酷哭了 自己才打了四年篮球 为GNBA付出了巨大努力 难道就这样完了 那几天正好是美国国庆 假期一结束新换了医生 他比较有经验 跟他说没事 不少运动员都有你同样的遭遇 最终都恢复了职业生涯 接下来七个月 医务除酷获得了球队的悉性关怀 他们并没有放弃他 训练时让他在一边踩自行车 然后慢慢增加负重训练 南加州大学的教练团队非常小心 连运球都不允许他练 到当年11月 球队允许医务除酷恢复投篮和运球练习 一旦结石允许他满负荷训练 刚开始恢复篮球训练 医务除酷说感觉自己像一个老人 但美国有不少运动员 在遭遇心脏病突发后 仍然回到赛场 这些人给他的鼓励 让他坚持下去 2023年1月12日 医务除酷复出比赛 教练只让他打了5分钟 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 他的出场时间逐渐增加 直到有一场 他打了26分钟 拿了19分7个篮板 还能不能回到自己的过去 医务除酷没有把握 但能像过去那样打球 他已经很满足 医生在他的胸口 装了一个心率监测仪 表明仍然对他不够放心 但医务除酷 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NBA梦想 医务除酷是最接近布朗尼的例子 但在医学上 个体之间有巨大的差别 哪怕发病是同一种原因 因此 不能说布朗尼会经历 医务除酷同样的过程 心血管疾病的成因非常复杂 有的甚至很难找到原因 还有很多运动员 因为运动量过大 会导致心脏病的急性发作 不知道布朗尼恢复到过去 需要多长时间 但对詹姆斯接下来的 职业生涯规划 肯定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湖人队在夺冠以后折腾了两年 上赛季终于找到了 足队和打球的正确方式 打进戏绝已经很让人满意 新赛季湖人队以不折腾为主 希望复制上赛季的成功 并再次冲击冠军 但随助詹姆斯年龄日增 夺冠希望肯定每年都在减小 这让父子同场的梦想 显得尤为重要 詹姆斯说 如果有一天不能像以前那样打球了 那我就不打了 上赛季詹姆斯开始主动减少 自己进攻的比重 也是为了仅可能延长职业生命 等待和儿子同场 如果这一次布朗尼 遭遇篮球生涯的重大挫折 让他无法在明年的选秀 获得理想顺美 甚至不能参加选秀 那詹姆斯还会有坚持下去的动力吗